哈喽大家,今天的上新是这支Click H21 那说到这个包呢,可能很多人会和Click混淆啊 所以这个包和Click完全不是同一个包款 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点的话就是都是有肩带 然后好像肩带都是可拆卸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可拆卸的肩带爱马仕是怎么设计的 那在聊它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它的附件有盒子 然后有说明书,还有绑绳,以及这个是它的方尘带 打开之后,首先我们看到它的长方形的包身 那这个是正面啊,这个是正面 看起来非常低调的一个金色的金属件在这里 实际上呢,它是整个顶部的这个装置里面的其中的一部分 凸显在外面的一部分 但是呢,如果你拿到它的话 我们就知道它的整个上面这部分有着 本不应该属于包包的这种强度 它的强度真的是非常强 然后有一个衡量的作用 同时呢,也有连接肩带和包身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这只包包的21厘米宽度的包身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首先看它的大小不是很大 可能比大号的手机也就大一点点啊 所以手机是可以放的 如果放了手机之后呢,可能就放一些干纸巾 然后唇膏这样的小件的物品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它定位到一个小包上面 那如果用它和小的康康包来比较的话 我觉得它和康康包比较 呃,共通的一点 就是它的肩带其实也可以像这样 像小的康康包一样 变成这样的一个腋下包 同时它的肩带是有五档可调的 所以在长杯短杯的过程中 还可以再结合它的孔位来调节它的长度 很多人在看到这只包的时候 都会觉得它不像是爱马仕的包包 但实际上如果你仔细观察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底部的这个部分 和迷尼凯利一带 就是它的整个包身的部分 和迷尼凯利一带还是比较接近的 都是比较软,比较亲肤的这样的一种皮质 然后都是采用这种软皮加外缝的设计 它的皮革的名称是Evergreen Evergreen经常会和Evercolor皮放在一起来聊 那它们其实整体感官也是比较接近的 Evergreen会略微的亮度再高一些些 我们之前有聊过Evercolor皮是 爱马仕普皮里面价格比较高的 那从价格上我们看得出来 其实爱马仕对它寄予的厚望 Evergreen和Evercolor皮 用爱马仕的话说它们相得一张 所以说它们本身是比较接近的 整个质感也会比较接近一些 因为它细腻的纹路和光滑的呈现 所以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整体比较亲肤 然后其实作为小包来说 它们也是非常非常耐用的 它的顶部用了这样的结实的横梁 底部在这里会有一个略软一些的算是内衬 这样的内衬保证它虽然是一个软皮的包包 没有其他的龙骨 但是依然可以保持比较好的外形 它的打开的方式是把它的金属键压下去之后 这样来打开 因为它可拓展的这种空间比较小 所以它打开之后 大家看到基本上能放多少东西就一目了然了 以及太大的东西连它的口都进不去 这个包包它的颜色呢 不是我们看到的好像是黑色 然后配金扣啊 这个很有意思 是它的皮革采用的是印度蓝或者叫电蓝色 内里的部分用的是山羊皮 所以它的呈现还不太一样 和外部还会有一些色差 这只Click H21 它的顶部侧面采用了这种法郎材质 这也是它和其他的Click H不太一样的地方 这样的颜色在什么时候能够对比比较明显一些 就是在和比如说我的这个桌面 它是黑色的 它们两个放在一起会有一些色差能够对比的出来 所以Evergree这个皮革采用电蓝色的时候 因为它的亮度的原因还是比较能够骗过人眼的 Click H21结合它包身的大小 结合它肩带的可拆线以及可长短调节 或者单背双背 单股或者双股这样的方式呢 它的背鞋方法还是比较多的 那首先在不加肩带的时候 它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手包来使用 而且这样的手包我觉得跟 迷尼凯利一代还是有一些相像的 只不过它没有了上面的那个手柄 我觉得如果大家可以DIY的话 完全可以用它上面的这个金属的装置 自己去给它加一个短的手柄 这样用手拎就好了 加上肩带之后 它的双股的背法就是这样的一个腋下包 然后呢在把它变长之后 肩带变长之后 它是可以作为单肩以及斜胯这样的方式 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开拓出 其他更多的这种背鞋方法 这只包包的橙色是全新未使用的 基本上可以说从装柜拿出来什么样子 就是什么样子 它的所有的五金上面应该在的贴膜都在 那如果它的新主人想要把它的膜全部撕掉 可能也要下一番功夫 因为它的打开之后的这个位置 都会有一些些很细小很细微的贴膜 从这方面来说呢 想聊一聊它的爱马仕的这些做工 和它的精致的程度 精细的程度 虽然是一个小包 但是从它的皮革的呈现 缝线以及五金的这种质感 完全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小包 这样的小包在日常生活中的定位 在爱马仕产品序列里面的定位 都是比较明确的 它完全不会跟爱马仕的BKC系列去抢风头 它完全有自己应该存在的那个小小的空间 但是呢 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面 大家千万不要去小看它 它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回馈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ClickH21 我们明天见 拜拜